一个藏族牧民 然后让自己的儿子去学舞蹈 我不爱学 真不爱学 换我的心上人 我想找一份主持人的实习 老师我觉得您的逻辑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大家都听懂了 咱们就继续好吗 你觉得你挑战成功了吗 那你是怎么hold the song 我们这些嘉宾还在这边坐着干什么 是不是可以停止录制了 我非常直接缺乏深度思考 没错 口水话太多 这位老师 谁谁是你的老师 我只要我的女朋友 要么就还给我柴李 你知道你现在生命当中缺一个谁吗 缺一个像舒淇这样的女人 我也缺一个舒淇这样的人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 我是大卫 好我们来看面试关键词哈 那几年 这几年 过几年 这是要写一首歌吗 这个人好文艺啊 这应该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来吧 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求职者走上舞台 开始她的面试 台湖佳 二十七岁 中央民族大学 舞蹈学 舞蹈学院 舞蹈表演专业 本科学历 各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清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高原海滨藏城的一位藏族舞蹈编导 也是一名歌手 很高兴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大舞台 欢迎你财富佳 这个是你们那这个藏族的民族服饰吗 对对对 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花纹 然后这个是我们是每个藏族男人都要戴的一个配饰 这是以前是用来打那个火旗的就是那种 我也不知道用你们害语咋 不就是打火石 对就是来装饰 我方便摸吗 可以方便 可以啊 我还挺重的咧 对对对 充盈的 哎呀这个衣服挺有民族色彩 财富佳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吗 在我们这个藏语里面财富佳是至高无上的意思 我还有一个名字叫九美财富佳 九美是我们家族的名字 九美就是一个大海汪汪的大海的意思 所以是在海里面的是至高无上的意思 至高无上 对 好那面试我可以这样说 至高无上的财富佳 对对对 那几年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那几年就是我在 在求学的过程中 也遇到了好多的侃侃可可 然后也在求学的这个路上 也遇到了好多的这种机会嘛 咱先说你这专业 我的专业 你是怎么想到要考舞蹈学院 学舞蹈 从小是我爸逼我去学舞蹈的 你爸是做什么工作 我爸是游牧 他是牧民 一个藏族牧民 然后让自己的儿子去学舞蹈 对然后 他思想非常的开明啊 因为我爸爸的那个 他们家族的好几个兄弟的孩子都是跳舞的嘛 那你愿意学吗 我不爱学 真不爱学 如果不学舞蹈你想学 我想走音乐 因为我妈是一个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山歌的省级传承人 你想唱歌 对对对但是后面我爸 那没寻求过妈妈的帮助吗 劝一劝爸爸 你家我爸说的 学舞蹈很累吧 很苦吧 太累了太累了 从小就是那个童子宫 早上七点半起来 就是给你牙痕茶输茶披茶 现在还能下吗 能啊还还可以笑一下 哈哈哈哈 我好久好久 就是没有再那么跳舞了 看出来你这个当年练的也挺扎实的 你们家当时是把你送到学校去练 还是说自己在家里 是送到医校 哦所以早上起来那么早 学校图理馆里对吧 是是是 你们那时候要是不认真练老师会 对他们不会更多的去嘴上说 而是会让你更多的累 这不叫更多的累 家任务是吗 对家任务大跳小跳 然后再加上给你各种的那个集训 你学舞蹈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事 跟我们说说 差点就是疼的回想回家了 哪儿疼 哪儿都疼 哈哈哈哈 已经坚持不住了 对对对对 跟家里说了吗 啊说了 然后我爸永远是按照他 你有没有问过你爸 当时为什么那么坚定的让你学舞蹈 我爸 仅仅是因为他的兄弟的孩子 都是舞蹈演员 不是 我爸是主要是让我去更更远的地方 学习 就是更多的这种不一样的东西 想让你走出去 对走出去 然后再再走回来 把根文化留在自己的心里面 把所学的文化和根文化相结合 这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 表达给观众 你爸爸真伟大 对对对 就那个时候就能看得这么远 对 所以说 但是唯独苦的是你 苦了但是现在我特别感谢了 真的受过伤吗 受过我这还有动过手术 腰椎帆突出粉碎性舞蹈 粉碎性舞蹈 对对对是跳舞吗 对跳舞 就是在台阶上摔的 很高的台阶上摔的 你今天要是不方便 那没事 现在好多了 那是几年前 现在好多了 这个千万别冒险啊 因为你自己刚才也说好几年没跳了 我有点担心 我把舞蹈展现给最后 所以说我今天先展示的是我自己的一个音乐 我因为舞蹈我想压轴 因为我这个舞蹈是融入了我的情怀和融入了我的表演 你说他爸当年要听他的送他去学音乐 我们是不是以后只能在这个春晚的舞台上看 对吧 长得还挺帅的 然后我们都唱忘了感觉 就是他唱出那种回响 就是唱走神了 都会想出很多故事什么的 就感觉像这个大型追星现场了已经 然后你马上就不想面试 就想让他接着唱才艺展示是不是 听现场他感觉就是不一样 就是一个现场回响 直接进入下一个才艺展示 那不行 这个那几年说完了 这几年怎么着 这几年就自己做编导 然后自己再做一些这个演出 2018年 拉萨市歌舞团首席演员 什么叫首席 首席演员就是在团里当领舞 一群人跳舞 你在最前面那个 首席演员还可以当独舞演员 对对对是这个 那怎么就一年以后就不首席了呢 因为我想回北京 因为我喜欢北京 回去是想 我爸说让我在学习这个藏族的这种 藏系还有这个自己民族的这个文化嘛 但是我还想走出来 我不想再回去 但是问题是你到了北京以后就不是首席了 对不是 从领舞变成了后头 跟着跳的 你心里会有落差吗 不会 因为我觉得北京是一个人才特别多的地方 他北京的这个工作履历更厉害 你看薪水还翻了一倍 对吧 但是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又离职了 因为我喜欢自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小伙子我找到你的问题了 第一个听父亲或者是家里的建议 回到我们那边 干了一年 你又想去学习 就不愿意再待在那里了 对对对 去了北京 去了北京 你应该是经过考虑和选择以后去的 干了一年 你又想去追求 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你 是不是更享受那种自由的状态 他们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 你是一匹脱了江的黑走马 什么叫做黑走马 黑走马就是 就是骑的那个黑走马 他的用词可能和咱们稍微有些 对对对 你就比较成马黑马就可以了 对就黑马 你是一匹脱江的马 那你又去了某传媒公司 做了签约艺人 月薪五万 对 怎么做到的 脱江的马值钱吗 不是 是因为在那个传媒公司 我上了好多的央视 然后每次都是录节目 然后每次都是草原音乐节 就全找的 然后他们各种的这个草原的这个歌声 主要是给我打造了 那这个签约结束是你不想续了 还是他不想续了 是因为结束了 签约结束了我就 我就自己想自己做出来 更自由一点 是这样的 那你现在收入是多少 最近的 最近收入不能说了 有收入吗 有有有是有 自己还可以偶尔直播啊 这样的都会有收入 没有就是说那种全职的工作 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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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 20年至今就都是这样 对对对对 那家里现在对你这个状态满意吗 不知道我觉得最关心的是你爸 我爸不知道 如果我爸知道他就会回来 可能播这个节目之后 他可能会让我回来回去 对 你爸还不知道 对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不怕第七节目播出以后 叔叔看见了会生气吗 我提前我提前回家 给他们好好的说吧 哈哈哈 还特别欢乐哈 你还乐得出来 哎呀 哎过几年你想干啥呀 有规划吗 你自己做一些呃 关于这个民族类的音乐 和民族类的这个舞蹈 我特别喜欢这种 流行和这个民族的传统的东西 互相碰撞的这种 交融和碰撞 对对对对 就特别棒 你今天来找的岗位是 艺人舞者歌手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刚才又说 你未来想做这种民族的 音乐舞蹈相关的 你能塌下心来上班吗 肯定可以啊 就是只要有一个好的这个领导 哈哈哈 好的一个团队 你呀笑的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问了 你知道吗 他特别欢乐 是啊 他是一匹脱了浆的爱笑的 可以走马 是不是 就是那种他把大草原长大的那种快乐 还有包括音乐结合的那种疗愈 也带给了我们 我觉得是那种质朴 那种纯真和他无拘无束的自由 所以就很感染大家 这个财户家他本身又会唱又会跳 那我们看他的履历的时候 他原来是在一个院团里面来工作 待遇也是不错的 而且又相对比较稳定 然后你走出来做了艺人 然后赚的薪水也不错 这个时候你职业再次想转型 但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会和他一样 甚至有人会比较困惑 就是他在院团里的到底要不要走出来 那成功走出来的 接下来再进行职业的再次选择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规划 你要创业吗 还是你继续想在台前做表演 这个其实很关键 就是我们想做艺术的话 其实单人做艺术是不可能的 有一个自己的团队去做 就是最好的 因为我在院团里面是 我是做舞蹈演员 现在我转型当歌手 也就那么几年吧 其实我妈一直从小就教我唱歌 他说你把原汁原味的东西 不要再去进院团里面 去自己的这个唱歌的这种 因为进了院团 再也没有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 全是变成院团的份了 你要去我们老家去西藏 才学到的那些东西 才是原汁原味的 有的时候我们的面试 走到最后会变成一个劝退现场 我就觉得它真的不适合职场 你刚才这个问题他回答完以后 我突然也觉得 他如果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那种原生态的民族艺术的话 他可能真的不适合全职的艺术院团 但是我觉得他上一份工作 其实跟他真的是契合度非常非常的高 你看在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 传媒公司里做艺人 虽然他是传媒公司的签约艺人 但你也要按照市场和甲方的需求来 对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你出来找工作 其实已经尽最大的可能 然后给你足够的自由 去做自己的事情的一份工作了 如果你能够回去继续去续约或者怎么样 或者类似这样的公司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我不太认同总的这个建议 在这家传媒公司 他当然给了你很多曝光的机会 但一定有一些掣肘和束缚你的地方 对 就这可能是你离开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 我觉得你可能更希望的是 既专注做自己的原汁原味的东西 同时也有能团队支持你做原汁原味的东西 而不单单是说增加一个曝光是这样吗 这位老师特别对 其实好多在这种传媒公司 居住性特别强 就是比如说 你今天就唱这首歌 今天你就不必跳这个舞 然后我说老师 我想自己用流行说着 不行 对把这个脏腔如何 这市场就没有这种的 因为市场有些时候不是你自己能左右的 因为市场化的行为就是观众喜欢什么 我去制作什么售卖什么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远智的观点 我觉得你更适合自己创业 你现在身边有多少和你有共同兴趣志向的人 很多 我自己有一个小的乐队 多少人 四个人吧 然后我们自己做的全是民族的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我认识很多的这种艺人 他们身边都有那种职业经理人 他们去把你商业化 你只专注于自己的创作 然后他们把你的创作去变现 那说到变现 你有做直播是吧 对 现在还在做吗 最近才做 做得怎么样 一点都按的粉丝 有一个爆款的视频好像是7000多点下 对对对 还有之前在微博上也挺火的 张艺兴官网上也发过 好遗憾啊 这么优秀的一个藏族小伙子 但是你的使命和你追求的方向 可能真的不适合全职的时差 对对对 能来到这个节目 能认识各位老师 这不是告别感言 你总感言 我们还有流程呢 还有职场情商课要考考呢 来我们看看至高无上的职场情商课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你刚入职就赶上 你们这个组的人集体聚餐 时间很晚了 你会中途走还是待到最后 我肯定会待到最后 人家们都包括可能这个里面好多的就是 比我这个这个叫咋说呢 就是我 资格老一些 对资格老一些的 人家们都没走 我走了那我 这很不好 我爸从小就说 在一个饭桌上 人家们坐好了 你再坐 反正我爸对我教育很大 家教真好 但可惜啊就这么教你 最后还是没留在院团 是吧还是离经叛道了 你想走我也不让你走 让你一直唱啊 合着这道题是出给我的 行啊题也考完了 我们确实也是拿你没有办法 你是一匹属于大草原的黑走马 我们没有一片草原能够把你留下 那说到这儿 来吧 我把一个蒙古族舞蹈 用我的情怀 用我的这个心意 呃展现给这个舞台 展现为各位老师还有主持人 谢谢财富家 呃 专心的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我觉得我们所有人在这里 就有一种说 我的天呀 今天我们来录节目 简直就是赚大发了 就真的是特别享受 它其实是一个超时空的感觉 就是它跳出了演播室 它的每一个动作 让我觉得似乎 我也就在它的那个家乡在看 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 就是它累的原因 因为我们看着行云流水 非常的流畅 但可能这恰巧都是需要 肌肉核心力量的控制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其实这个舞蹈的意义就是 我在城市里面 幻想着我的草原上 我的白马 我为它在跳舞 而永远得不到自己的那种解脱 其实你跳的 也是你自己是不是 跳的就是我自己 那什么是你的小白马 把自己民族的文化的根 把我们草原艺术 把我们血域高原的艺术 融合成这种舞蹈的方式 音乐的方式 展现给观众 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胸怀里面 除了血域高原 还有人的情怀 在我们自己的骨子里面 如果你像你说的 你是一匹黑走马 有的黑走马适合家养 有的适合观赏 那我想你更适合在草原上驰骋 但可能有一天 你也会累 也会停下来 找一个归宿 或者找一个地方 跟别人分享 你曾经见到过的那些高山 那些大河 但我觉得快乐的人 永远拥有着不洁的动力 他的出现很治愈所有老板 而且他的歌声 他的舞蹈是自带疗愈感的 说实话会洗涤人心 他在我看来是全场精神 特别富裕的人 有请各位根据财狐家 今天的面试表现 做选择 我会一如既往地 继续保持我自己的想法 还有我自己的这种 对民族的这种寄托感 和对我自己 这个艺术的挚爱 我觉得我路会 慢慢一步一步会往上升 太好了 你做的已经特别好 完美无瑕 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 爱好挑战专业 跨界还是融合 你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我们一定会迎来一场 非常精彩的面试 来 让我们先掌声有请 所知者 陈开炎 二十五岁 北京协和医学院 公共卫生专业 研究生学历 代表 大家好 我叫陈开炎 目前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名 炎二一学生 我来非你莫属呢 是因为我喜欢舞台 我想找一份主持人的实习 这就是用人家的爱好来挑战您的专业了 稳当住了 我还没哆嗦呢 首先我先替观众朋友请教一下各位企业家 这个北京协和医学院 它是一个什么存在 小波了解吗 那是咱们国家 可以算是最高的一个医学学服了 是不是很难考上 那肯定的 你看这位多优秀啊 因为我是在职复习嘛 我当时还在工作 我就复习了四个月 但是我考了全校第一名 你太牛了 什么叫爱好挑战专业 就是我一直以来 梦寐以求的事 就是用自己的播音主持爱好 挑战你们这些主持人的饭碗 哦 太棒了 我就觉得吧 大卫老师就是欠挑战 今天愣他 什么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用爱好去挑战那些专业人 我觉得应该是我研一下学期的时候 因为我在读研的时候 我在医学院嘛 我就把主持这个爱好放下来了 但突然我们学校举办了一场主持人比赛 我心想那我得上啊 然后又是很轻松地拿了第一名 这么厉害 对 好牛啊 哇 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自己喜欢播音与主持啊 那可就说来话长了 和大多数的小孩一样 我喜欢看电视 但我爸呢 他比较严肃 他每天晚上七点准时要在那看新闻联播 我就去模仿那个播音员播音 这个时候就在小学三年级刚好 碰到学校的广播台招星 我就想我能不能去当一个播音员呢 我就报了名 但是那一天 是一个公开的场合 一个很大的舞台 大家要轮流上去敬演 所以还剩三个人的时候 我就逃了 最后以一个编辑的身份进了广播台 但是阴差阳错的是 当时的播音员 该做节目的时候找不到人 老师就来找我 说你能不能替一下 我说刚好 我替 没想到这一播音呢 大家都说我的声音 从话筒里面传出去很好听 然后我就开始 做上了这个主持人的梦想 因为我从小就是 长得不是很好看 个子也不高 你看看我 是吧 再看看我 当时我就很兴奋地 跟我身边的同学说 我以后要当主持人 他们就说你不行 你这样最多当电台主持人 电台主持人怎么的 你告诉我 我是在重复 我当时小学一个男同学 他的观点 就是那个男的 做了电台之后 不配做电视主持人是吗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以一个小学生 幼稚的视角认为 长得好看 才能做电视主持人 就你的意思就是 因为做了电台的主持人之后 想做电视的主持人 是挺幼稚的想法 老师 我觉得您的逻辑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大家都听懂了 咱们就继续好吗 但我没听懂啊 我就是特别感兴趣 就电台的主持人 是不是就不配做电视的主持人 我就觉得这个电台 跟电视台它主持人 它的本质都是主持 就像咱们这个大卫老师 天津台 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他其实 有 有很多啊 不行 我再来一遍 不好意思 当然不会是这样啊 好 来来 你再来 作为一个主持人 你可以在台上 一二再再二三地来吗 那大卫老师说 不行 说得不好 我们再来一遍 主持人不可以 但是咱们节目 因为我之前 还做过实习编导 我要考虑到 这个录像的可用性 不能让它剪得太难 真的很怕 我这样说 从库尔特到陈一峰 挖了无数个坑 你一个坑都没有跳进去 特别棒 刚才你一上来就说 我们就是想用爱好 挑战你们这些专业人士 我一直以来 梦寐以求的事 就是用自己的 播音主持爱好 挑战你们这些 主持人的饭碗 他们也跟我说 说这个求职者 小姑娘特别优秀 还说你想在舞台上 挑战一下我 送我去退休 我特别期待你 今天在舞台上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让我们大家眼前一亮 那我就邀请您 作为我的嘉宾 我们来搭一段 邀请我做你的嘉宾 对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 天津卫视 非你莫属 年度特别节目之 挑战主持人 我是今天的挑战者 开言 没错 现在站在我左手边的 就是大家熟悉和喜爱的 天津卫视主持人 大卫老师 咱们大卫老师 主持了这么多期的 求职节目 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 自己的职场地位 也会被动摇 那么现在机会难得 让我们来采访一下 大卫老师 您此刻心情如何呢 一般作为主持人 去问嘉宾心情如何 在我们这个行当当中 是一个非常初级的问题 但是我愿意帮你 把它去升华一下 就是当你站在这里的时候 我内心是特别欣慰的 因为我相信 每一个热爱播音主持事业的 主持人播音员 都期待着后继友人 即便今天此时此刻 我被你淘汰了 我是非常欣慰的 也非常愿意 让你踩着我和我的前辈们的肩膀 把你们这代年轻人 送到更高的地方 太感动了 太感动了 那咱们还是换回来吧 啊 就这一拍 我就体验一下 一分钟我真的很过瘾 我们还没看过瘾呢 网络流行语讲话 我这一会儿催泪的手指都拿好了 你就给我看这个 那这个环节的加分项 是给大卫老师的呀 没有看到在你身上的加分项 说实话 因为我开始只设计了一个开场 我怕耽误者 那就不要设计 直接来呗 主持人 真的很惊喜 因为我之前预想 他可能会说 我觉得心情复杂 或者说 你一个不学播音专业的人 你想挑战我 就是我感觉 他可能会给我一些 更加否定的消极的答案 没有想到 他给我的答案是 这就让我觉得 波音这个专业 其实是一个 有容乃大的专业 他对于我们这些 非科班的人 也是非常的包容的 而咱们非你莫属的舞台 正是一个这样 有容乃大的舞台 包容求职者 不同的专业 不同的背景 和不同的诉求 让我们再次用掌声 感谢非你莫属 你要继续剧情往下走 因为你现在是想挑战大卫老师 而大卫老师经常会遇到 各种突发的 就是我不希望都是按照你提前预设好的 刚刚那个我也没预设 是我编的 对啊 但是你还是在自说自话嘛 现在此刻的舞台就留给了你 那么今天咱们节目的主题是挑 主持人呢 你不就是主持人吗 你不用管了 你的竞争对手突然下台了 那我就要开始自导自演了 我刚刚真的非常感动 大卫老师对于年轻人 尤其是热爱主持年轻人的期许 但是现在很不巧的是 大卫老师不见了 他什么时候走的呀 他一定不是因为怯场 而是因为 他用行动证明了 他刚刚说的 我要把舞台留给年轻人 你作为主持人的话 我们的那个选手怎么就走了呢 那你是怎么hold的场啊 我们这些嘉宾还在这边坐着干什么 是不是可以停止录制了 没有 我觉得就是大卫老师 他人虽然不在场上 但是他 你的意思就是 我们跟他的灵魂对话呗 那我总得说点话远过去不 趁着大老师不在 你说说大老师跟你的差距在哪 我最近配大卫老师的一点 是我在听他的节目时候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他都能去把它用一种 让所有人舒服的方式去化解过去 并且他非常的会引导 引导选手 引导嘉宾 去成全所有人 主持人 你选手回来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录制了呀 不好意思 老师您是真走了还是故意走的呀 你猜 吓死我了 怎么了 吓着了 突然一下后面没人了 其实无所谓啊 因为你要模拟主持人 我愿意为了你们的表现 去给你们创造更多的空间 首先我先问一个问题哈 开言 刚刚的这个 你来模拟非你莫属主持人的环节 我们到这里可以暂时先告一段落了吗 可以了哈 好 谢谢 谢谢 你用你的爱好挑战大卫老师的专业 你觉得你挑战成功了吗 我觉得重在体验 我已经完成了 我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一次体验 我站在天津卫视的舞台上 挑战天津卫视的主持人 你说你在挑战别的饭碗 你是业余的 那你知不知道一个主持人应该具备 什么样的素质或者知识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洋葱的模型 来形容这个事情 这个洋葱的表层可能是大家看到的 你的语意面貌要好 你的职业形象要好 其次的话 你要对这个主持环节比较熟悉 你要有基本的 像是新闻播报啊 集信评述啊 这些技能 这是第二层 但我觉得最内核的那一层是思想 真正有思想深度和内核的主持人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说我佩服大卫老师 就是因为他的很多观点是没有提前准备过的 他每次都能够输出很多有营养有价值的东西 而这才是我作为观众 作为同行 我最愿意去看到的东西 第一个我觉得你利益很好 就要挑战非你莫属的主持人 但是你没有做到主持人的连贯性 那第二个的话 你又成了叫非你莫属演说家 你是在那边不停地再去说你的观点 你忽略掉了旁边的人 第三件事情是当他什么时候走的你都不知道 因为你太投入了 突然你发现他走了 我再给你挑战的时候 你试图想去回避我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是没有办法去逃避的 就是当时突然主持到一半 我发现大卫老师不见了 这个时候 我脑子真的是一片空白 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节目做到一半 主持人不见的这种情况 所以真的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挑战 可能我原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在想尽力地去把这个事情 把它解释过去 我再给你讲一个小细节 在大卫老师回来说 是否可以结束的时候 您递手卡的时候 和大卫老师接手卡的手势 有什么不同吗 好 谢谢 谢谢 通过细节也好 大的框架也好 其实专业的东西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爱好没有错 爱好和职业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爱好是让自己高兴的 职业是要服务他人的 先有服务的这样一个态度 我们再来谈挑战 好不好 他今天为了面试 还特意准备了一段和我们非你莫属节目有关的视频 非你莫属是由天津卫视打造的全国首档大型职场服务类节目 每期节目由八名企业高管进行现场招聘 对三位应聘者进行考核 选手们身怀绝技各显神通 拥有难以想象的特长 节目中还有资深职场人士和心理专家作证 为选手提供专业的求职建议 该节目兼具专业性和娱乐性 帮助无数观众树立了积极健康的求职观 也帮助无数求职者扣开了职场的大门 掌握了新仪的offer 这个是我设计的一个 非你莫属花絮的一个配音 我就想问问 就在你们的选手的心里 严历支援就这么不重要吗 我去年的话几乎全情 就里面连一张我的照片都不配吗 我觉得这个开言哈 在这里边写了几个词 全能一个顶三 如果是一个全满的状态 对于你这个阅历在这个舞台上 我说可能你够优秀 但是让这个水已经满满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再帮你加东西 所以我觉得通篇是太满 用力过猛 希望能不能给自己留点白 留白这个词 军姐说得特别好 面试有才艺 你的才艺是刚刚的主持吗 还是另有准备 我有琵琶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啊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冒昧的问一下 这一首是什么曲子 这个是《遗族舞曲》里面的一段 表达什么一个心理的状态或者场景 欢快快乐 好像没有get到 姐你get到的是 很忧伤 我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她的表情 她的状态 她的肢体语言都告诉我 今天月头没关系 事实上我没有get到任何的情感 对啊 君姐还有点情绪能get到 你是啥情绪的 我不敢 我只能说我跟她有没有共鸣 有共鸣吗 没有 她一边谈我在想 她为什么没有选一个 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 春江花月夜啊 这样的曲子 选了一首大家不太熟悉的曲子 这个首歌是吸引我去学琵琶的一首歌 它能给我一种松弛的感觉 虽然我没有把它做到 我可能弹得太紧绷了 我害怕出错 你学了多久的琵琶 我学了十几年 你要表现的是你十几年的功力 所以其实你是要大量的时间去准备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的话 我跟李群不一样 我听的叫心烦意乱 今天其实你准备了很多东西 在你的态度上 我特别的认可 我觉得所有的选手都应该向你学习 但是我们只是在准备 你为什么不去把你最耀眼的那一块 给我深入的扎下去啊 姑娘 最怕的就是你学了很多东西 样样通样样凶 第二个关键词叫跨界还是融合 你说你今天来非你莫属 想找一个全媒体主持人 你现在是北京协和医学院 公共卫生专业的研究生 对 小波 他这个专业这个学校 培养一个研究生 是不是要付出很多呀 无论任何一个学校 在培养医学生的时候 其实培养其他专业的 投入的成本要高很多 但我有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学医的很少有转行的 就算转行也是做 和自己相关的领域 我想为什么你选择一个 主持的这么一个专业 同时如果你决定了 做这么个专业 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学一下 其浪费国家的资源 既然本科读了五年的医学 硕士也选择了学医 说明我并没有放弃我的专业 你喜欢医学吗 喜欢 你喜欢台前还是幕后 都可以 想象一下五年以后你在哪里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做一个 医学媒体人 你的问题下了这么多的修士语 其实最后的关键词是媒体人 而非医学人 对 他学的是公共卫生的这个专业 他跟我们的临床医学这一类的 还不太一样 是的 他其实是有一些 比如说对于这个传染类疾病的预防 卫生相关的宣传 健康教育等等相关的一些领域 所以我其实比较能够理解 他学的这个专业 又结合他自己的这个特长和爱好 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向 从你上台到现在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你的 但我觉得你所有的这个经历 包括你的方向 你一句话其实就可以总结 你觉得你做全媒体的像大老师这样的主持人 不一定能够成为这个领域最顶级的 但是你可以成为在医学领域里面 最牛的主持人 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你目标又清晰 然后你还能够走得更远 专专业打底 就是你的市场助力 能够真正的帮助中国的公共的医学知识传播 花更多一点的功夫去研究你的专业 找到能够让大众接受的表达方式 如果真的能把这两件事情做好 我觉得你干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好 来 接下来我们考考你职场情商 领导没告诉你打几份文件 你印了三份 他很严厉地问你 为什么只印三份 你如何回应 我会说 抱歉 我没有提前询问您要印几份 没有提前准备好 那么咱们这次需要大概多少份 我现在再去补印 我觉得他的回答还中规中矩 但是是维持在事上 你没有跟他沟通 而就擅自做了这样的事 第二个你的事情可能会 延误后面的一个结果 可能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你可能太自我了 而忽视了领导对你的一些感受 这和你舞台上的表现是 有点类似的 就是说我想要做这个 所以我准备这个 都是从你个人出发 但反过来 你可能要从你对面的那个人的 真实的感受 包括他想要的事情出发 好 来 有请各位企业家 根据陈开言的面试表现 做选择 很遗憾 你的面试结束了 开言 我相信我们未来 尤其像小波他们 做医学的 一定会在一些高端的场合下 看到你主持的身影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 好的 谢谢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再见 我对所有事都是非常认真的准备 然后尽可能去展现的最好 但是今天大家给我的反应 让我从另一个方面 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求职 它很多时候 更多的是一个匹配性的问题 它不是说 你不好或者企业不好 而是你们两个合不合适 好 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 靠嘴吃饭 相信演员 相信爱情 相信爱情倒挺好 赚钱养梦 他这个弱点 我觉得我是挺喜欢的 赚钱养梦 赚钱养梦 对 他有个什么样的梦想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 这位靠嘴吃饭的求职者登场 刘子昂 32岁 北京外国语大学 土耳其语专业 本科学历 各位企业老师好 主持人老师好 任立志养老师好 我是刘子昂 然后今天 其实来到这里稍微有点紧张 你不用紧张 你哥就坐在下面 你看 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着 怎么是潮汐老弟来了 颜色二搭 我是刘子昂 是一个主持人 希望能够 有这样的合作的企业家 我们能有一个 长期发展的事情 就是我的理想 当然很理想化了 就是希望做这种 比较深度的访谈节目 做出一些 对社会有用的内容 然后能够表达自己的内容 这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 当然还有一点 就是希望 各位前辈老师 能指出我身上的一些问题 然后更加的进步 好 欢迎您走 您这个嘴皮的确挺溜 来点评一下我们的非你莫属 我觉得非你莫属这个节目 它跟以往我看到的综艺节目 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主要的角色是企业家们之间 相互输出我们当下职场上的一些东西 而且现在网络上很火的 都是那种员工跟企业老板之间的 这种矛盾的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吸引我的一个点 是能够学到一些这种相处的方式 我觉得高中企业有点高 我只想听到你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来讲 你看我们这档节目 你怎么点评它 我觉得它是为当下的年轻人 提供一种求职习惯的节目 那你说把求职当成习惯以后 他能找到工作吗 习惯天天找工作 有些人他可能面试完一个工作之后呢 会觉得为什么没用我或者不理想 但是如果放到节目上 各位老师们说出了他们的观点 他可能会知道下一个工作 他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交流 这是在说你吗 也不是 2015年已经毕业 现在已经8年的职场过去了 可是我都没有看到 从你的写里面一个特别完整的 你这是自由职业者吗 以前一直都是自由的艺人和主持人 然后这几年的确是打破了很多的幻想 我想要一个比较稳定的这种内容去做 然后也有稳定的工资 然后稳定的合作伙伴 因为每天都在考虑 我要不要投这个资料 我要不要去跟这个合作方去合作 其实有一点没办法专心 然后这几年的确是经历比较短暂 但是因为我原来就不是这种长期工作的 现在很多的企业在招人呢 它是需要你有很多资历的 对不起 我必须打断你 靠嘴巴吃饭 倾听是很重要的 好的 我听不下去了 所以我的问题是说 当你习惯了自由 还有这样子 沉下心来干一份 稳稳定定工作的准备你做了什么 首先总结了一下 我以往工作当中的一些问题 做执行的时候呢 我会有一点叛逆的心态 所以在之后的工作当中 我可能会把自己的想法呢 跟领导去说 如果说不成的话 我们就还是按照领导的想法去做 这样就是你每一次的话 你都是长篇大论 然后讲了很多东西 但是没有实质的内容 我最后再给你一个机会 你就帮我点评一下 你看的《非你莫属》里的 大卫老师的主持 他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优点就是 大卫老师的比较严谨意该 然后刚刚我也在看到 下面我们很多企业家们 在争论某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能够特别hold得住这个场子 第一严谨意该 第二 再就是他比较沉稳 缺点的话 我个人的喜好是 我比较喜欢再幽默一点的主持人 就是我觉得您在收 再有一些好玩的点 会更好 我觉得的话 你所有的事情 其实在职场当中 你有一点回避矛盾 其实的话 你不能够真正的去 一针见血的去 总结出你的陈迟 你的轻松比较差 你的总结能力比较差 而且你输出有用的内容的 密度太差了 职场里面八年 带给他的事 我非常直接 缺乏深度思考 口水话太多 我是很紧张的 所以对不起 我必须灭灯 你知道用嘴说话的核心是什么 叫言之有物 但你所讲的很多东西 我们觉得你是言之无物的 这个就是会让君姐会觉得 你没有思考 没有生存 所以接下来 如果你想要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有结果 希望你在后面的表达上 尽可能讲重点 好不好 是不是对这个选手 稍微有点苛刻了 因为他来求一个 跟主持人相关的工作 所以大家对他的表达的要求 这么高 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想看他有没有主持人的功底的话 可以让他试着展示一段他的专业技能 可以啊 因为刚刚我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婚礼思宜嘛 然后我就稍微展示一段开场白吧 尊敬的各位来宾 各位亲友 大家中午好 谢谢 谢谢这边的朋友 我知道 今天大家来到这里呢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见证两位新人 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而来 我知道每一位朋友 都是从或短或长的旅途 奔赴到了这个美丽的现场 我们只为了获得一段美好的回忆 好 那么请大家把今天第一次最热烈的掌声 舒奇 你为什么嫁给潮汐这样的老男人 难道你不爱我了吗 来 我看我们今天现场的朋友 我和你在一起十几年了 你说离开我就离开我 非常热情 来把掌声送给这位热情的朋友 他是我的前女儿 就嫁给了一个那样的男人 我觉得我心里不安 有没有保安呀 把这个人轰出去 把柴里先推给我 这位前辈是这样的 什么叫前辈 谁是你的前辈 这位老师 谁谁是你的老师 我只要我的女朋友 要么就还给我柴里 不好意思老师们 婚礼当中 我是觉得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我们为什么用这种方式 是想看到一个主持人 他的临场反应 其实你刚开始是干预了 但是很显然你是慌张的 你如果是连场都控不住 我觉得其实这个主持人 说实话不值钱 而且你在开场的时候 说你有一个小的想法 是希望能够做一个 类似于访谈类的这样的节目 其实你为什么把你的准备 放在找一个老板 做一段小小的访谈 来体现你的表达和你的思想深度呢 我觉得好吧 是我选择错误了 刘子昂 所以你现在这种情况下 你需要换一个展示方式吗 可以 给大家唱个歌也行 好 来 我们掌声有起 谢谢 啊 太阳不在上升的时候 当地球不再转动 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 当花草树莫全部掉灿烂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 不能和你分散 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 让我们红尘做饭活得小小洒洒 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杯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让我们红尘做饭活得小小洒洒 堵итель anniversary 踩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杯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 轰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 还 杯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 轰轰烈烈把我青春 谢谢 说你整个歌 包括你今天表现 我觉得可能今天不是你最好的状态 因为我感觉你整个人都有点绷着 因为这首歌其实体现的是一种状态 诺儿 别光说你来了 我看你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让我们红尘做伴 活得笑笑洒洒 我今天嗓子不行 有点那个腮腮腮完了 一定给你个机会好好唱一个 走 第三个关键词 我跟李群都好奇 赚钱养梦 你先跟我们说说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梦想 其实我的梦想就是 自己以后能够独立去拍 筹备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拍摄一个片子之类的东西 无论是宣传片 宝告片 或者是这种电影类的 你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 对 我也是东北人 就咱东北的孩子要考上北外 这个绝对是可以说光宗耀祖的事 对吧 你看库老师那首饰 太棒了 你肯定很牛 但是我接下来问这个问题就是 你15年毕业以后 一直做自由主持人 你家里对这个事是什么态度 其实我特别感谢我爸妈 开始的时候 他们都是很支持的 但是也有说过 说什么 成家立业了 当然还是要有更加稳定的事情去做 32了 没要宝宝 有想法吗 有 现在就是顺其自然 但是就像我结婚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机缘巧合 曾经也是想过说 哎呀那在之后再说吧 但突然到某一天 就觉得到时候了 然后就做了这个决定 你们两口子谁追的谁啊 他可能会对你更主动一些吧 没有 以前是老同学 然后分开过 我后来又在一起了 我媳妇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 她就是完全支持我的一切 然后也 呃不太给我压力 宠着你呗 对 如果在赚钱养娃和赚钱养梦之间选一个 你选哪个 以我自私的角度 我会选择赚钱养梦 今天面试进行到这儿 我的这个感受就是 嗯 你是一个挺幸福的人 你内心比较充足 无论是你的爸妈 还是你的爱人 给了你很多 包容和爱 就我感觉 你个子高高大大的 但是如果你的心理形象的话 你是一个小宝宝 嗯 然后被家里人 被身边人 你所遇到的所有人 都关照的比较好 你要赞同这个观点 我补充一个信息 嗯 我看你的一个自媒体 叫傲赞 我查了一下这个名字的含义 叫银游诗人 对 然后看到这个 我就良心到 他这个台上的整个的表现 你会发现 他整个人飘在他的梦想里 想做各种梦 但是他从来不主动的 都是被动的接受别人的特点 所以我会感觉 他一直在飘着 我已经有一个问题 想问问子昂 你看你一直做主持 做了这么多年 对吧 可是你现在告诉我的梦 告诉我们大家 我的梦想是要拍一个什么片 你拍过宣传片吗 呃 我还挺喜欢做统筹类的这种东西 因为呃 做一个演员来说 被人选择 他是被动的 人家让你演什么 你演什么 所以你的梦想到底是啥 就是自己主导一些内容 来去拍摄 人家的梦想就是 凭借自己当下的兴趣和喜好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梦想 不是一个真梦 是一个伪梦想 在你看来 那个叫伪梦想 但是在他看来 那个是他现在最想做的事 就是真梦想 我再给大家提供最后一个信息 其实我们都忽略掉了一句话 请大家看 他报名表上 自己眼中的自己 理想主义 能接受别人的意见 同志们 理想主义者 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吗 接受不了 是的 所以这句话春雨 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有共鸣 是对于子昂最真实的写照 让他考完职场情商课 我给你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来看大屏幕 公司聚餐的时候 新来的同事坐到主位 你会提醒他吗 如果说我跟一个同事 关系特别好的话 我一定会提醒他 但是如果说我跟他不熟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说 来吧 二位 如果你会发现这个人在主位上 你会根据他的个人的特点 比如说 有的人比较直 你说别坐在这儿 去那里 有的人比较好面子 你可能委婉地跟他说完 你要根据这个人的特点 让他从这个主位上下来 我觉得的话 其实你现在就一直把自己捧在云端 库老师 你想象一下 作为东北人 如果你我的家庭当中 有一个孩子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 在我们的家族当中 一件是轰动性的 爆炸性的事件 对 但是大家注意啊 刘子昂从毕业之后 没有进入正规的职场 但他做的工作 包括他说赚钱养的梦 都是那些也让家里的亲戚听上去 比较体面的 但是难落地 所以的话 其实我觉得前面的二十几年 你的确是人们心中的骄傲 但是的话 你这十年的职场路 我觉得被你招惩的差不多少 所以你接下来的话 你要怎么走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要好好地去思考 刚才我说 我接下来会带来惊喜 他为什么喜欢上了主持婚礼 你们知道吗 你想知道吗 想知道 他第二个关键词叫相信爱情 他之所以喜欢上了婚礼主持 是因为他觉得 在婚礼上 说出那份承诺的时候 那一瞬间 人性的忠诚光辉是闪耀的 他是相信爱情 但是我想 大多数做这个行业的人 在乎的是 既体面 又多金 而且还不用风里来 雨里去 你知道你现在生命当中 缺一个谁吗 缺一个像舒淇这样的女人 舒淇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人 她有梦想 但是她知道 实现梦想最重要的办法 就是打通梦想和现实之间的通道 我觉得我也缺一个舒淇这样的人 你缺多了 我最后想听听舒淇的看法 综合来讲 我觉得你成熟不够 你的单纯 你的梦想 你的浪漫主义 是很好的 因为你有这样的环境和氛围 但是我希望毕竟年龄也在这了 将来马上要有孩子 有家庭的这种压力 给到你父母也会老去 从这个环境中抽离出来 哪怕是做婚庆的主持 也踏踏实实把它做好 谢谢 你赚钱的能力是什么 就是今年主要是接了很多主持的活 然后做了很多的直播 听起来还不错 那你来菲尼莫首的舞台上 你想得到什么 就是我做我们这活太分散了 我希望就是做得集中一点 这位选手渴望被别人欣赏 渴望得到所有人的赞美 但是我们大家仔细地看 他是藤蔓的顶天立地 也就是说你的心气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你的实际能力不足以支撑 你的那种野心 好 我们跟你来确认一下 你今天来找的是短视频拍摄偏主持是吗 对 其实就是财钱呗 对对对 期望薪酬是一万到一万五 对 我的理想是这样 工作地点精金两地 对 来 我们有请刘登的六位企业家 根据刘子昂的面积表现 确认选择 你离开这个舞台 还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接单给大家送上祝福 出示婚礼 好好干就行 但是认真想想 赚钱养梦还是赚钱养家 那我能说几句话吗 何意思啊 来 因为首先我觉得今天很感激各位老师 首先发现了我一个一直都拥有 但是不怎么珍惜的事 就是我真的是被身边的人都很宠爱 然后我很感谢他们 再就是今天我也很感谢每一位老师 然后给我提出的建议 在我之后的职场 无论做什么都是非常清楚的 感谢各位老师 感谢主持人老师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非你莫属全篇 2010 at 126.com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招募人才 欢迎您将企业点介和工商信息 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 全篇at 163.com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非你莫属的全部内容 我是大卫 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拜拜 我们继续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 来看大屏幕 破土而出 仰望星空 就第一个词特别有生命力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他能朝气蓬勃的 我就很喜欢 因为这两个词特别适合我 潘超 你有没有觉得上了岁数的哥哥姐姐们 就特别喜欢这些虚词 你发现了吗 他们喜欢 其实就是这几个词 我也挺喜欢的 我看到了一种就是文艺感的希望 但是我希望他出来之后 跟他在这几个观念词里 描述的状态是一样的 那来吧 我们有请这位求职者 从土里走上我们的舞台 掌声欢迎 王雪凤 二十七岁 重庆工商大学 人文地理与城市规划专业 本科学历 各位老师好 我叫王雪凤 来自重庆 王雪凤 雄倩 刚刚是我的家乡话 其实我普通话也还行 各位老师好 我叫王雪凤 来自重庆 这次呢我来到菲尼莫属 想求职的工作是艺人助理等相关的岗位 欢迎你姑娘 大老师好帅啊 姑娘面试要有一个得体的态度 大声地跟他们说 我觉得大老师非常帅 谢谢 好爽 你想说艺人助理 是的 二十多岁的一个小伙子 清华毕业的 唱歌唱得特别好 人呢白白净净的 温温气气的 然后即将要在娱乐圈成为一颗这个耀眼的新星 你愿意给这样的年轻歌手当助理吗 也挺愿意的 陪着他一起成长 陪着他一起成长 好来顺着我手的方向 我那边看 不是中间那个大叔 是旁边那个穿那个V岭毛衫的小伙子 潘超是我们的职场观察员 你好 如果看看潘超有没有想法 把我们的求职者王雪凤带走 做他的艺人助理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 你的右手边这位帅气的主持人 你有没有考虑过 可以啊 破土而出我特别好奇 你这个关键词是想讲 你的一种品质还是一段故事 一段故事吧 我们家是那个重庆的乡下 然后我们那儿是典型的盆地地形 就四周都是山 小的时候我们家住那个半山腰上 我们去上学的话 就从那个半山腰上走下来 然后到那个盆地的底部去 然后那儿有个学校 然后到那儿去上学 我走路都得走两个小时呢 因为那个自己又小 走得又慢 路又比较远 跌到现在也经历了一些事 然后再回头去看的话 就觉得那个其实也没啥 人生路比自己之前走过的很多路 更难走 因为那些山路 是有痕迹可循的 但人生路 它看不见摸不着 你小的时候跟谁一块长大的 和我外婆 父母 在外务工 然后就典型的那种 留守儿童 对 就留守儿童 我看你这个学校也蛮不错的 本科学历 证明你如果真的是农村的孩子 留守儿童 你的学习还是很刻苦的 对 因为父母从小在外务工 他们会跟我说 你不好好学习 你就得像我们一样辛苦 靠体力劳动去换取 就是工资呀 一些报酬什么的 你不想像父母那样 对 在流水线上重复着 日复一日的简单的工作 你如果说想去做艺人助理 为什么大学时候是学的这个专业 你没有去学艺术类的 至于填这个专业 好像是当时我们班主任给我填的 那个时候是不是以为自己填了 学了这个专业 就可以去规划城市建设了 对 感觉自己也会画图 做什么种设计师会很厉害 大学的时候来北京找同学玩 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 一人招聘 我就去报了 报了以后 然后也面试通过了 但是他们要我交六万块钱 我当时因为没有钱 我就放弃了 当时的想法是因为我没钱 放弃了就觉得自己 还可以 还行 也觉得那个当明星 不仅可以让自己变漂亮 还能赚很多的钱 从此就在心里买下一颗粽子 就是这样 那你事后有没有想过 是因为没钱这件事把你救了 现在这么像诈骗团伙呢 在现行的市场里面有好多的经纪公司 它就是打着这种招艺人的旗号 只要你交这个钱 我保你能上 但你交完之后呢 这个事情就发生变化了 它也不管你了 正规的这种经纪公司 娱乐公司 它收不收这个钱呢 绝大部分的经纪公司 在签约艺人之前 是不会收任何的所谓保证金 这种事儿的 也就是说收钱的 大概率是骗子 对 收钱大概率是骗子 就是女孩子 有很多这种经纪公司 是收他们的钱 然后又使他们去 所谓的有明星梦 但事实上未来 其实它是不会给你太多投入的 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天赋的人 像大老师这样 你千回百转 最后也会走到这条路上来的 我们两个有特殊性 就是做这个行业 学这个专业 最后的出路和落脚点 必须是这里 大家看它的报名表吧 这么一个想进娱乐圈 不管你是做艺人助理 还是你自己想红的女孩 你从19年大学毕业之后 你做的这些经历 很少和娱乐圈有关系 最多的就是传媒公司 编导和媒体的栏目组兼职 虽然说工作经历 跟娱乐圈不相关 但它的受骗经历 跟娱乐圈都相关 对 我也想问这个故事 这个在网上看到 一个链接的故事 我在那个网上 刷到了一个那个网站 然后它说投票 前三名就可以包装你 然后让你出道 我就想着 这种投票的话 就自己花钱就可以解决 应该花不了多少钱 然后我当时就刷了 一万多块钱 当时我看见自己是第三名 但后来杳无音信 才知道那个就是被骗了 骗你的是谁呢 骗我的是谁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你把钱给了谁 谁就是骗你的人 我觉得骗他的 就应该是那个 投票的网站 对 你应该是知道用钱去刷票 是不符合正规的规定的 对吗 我不知道耶 我是真的不知道 从你自己内心来说 你认为应不应该花钱买票 不应该 那你在你不应该的情况下 自己花钱买了票 那你的逻辑在哪 被那个梦想冲昏了头脑吧 甚至在一个月之后 在投票风波之后 你又一次毅然决然地被骗了 说起这次我也是很蠢 看见有一个招聘艺人助理的那个岗位 他说你交三千块钱的伙食费 然后就会带你进组当艺人助理 我当时也是被那个梦想给冲昏了头脑 三千块钱就进组 其实也有犹豫下 我说可不可以自己吃 他说不行 他说你在大山深处 你去哪儿买吃的呀 大山深处 对我当时心里觉得他这样说 有道理确实大山深处 我去哪儿买吃的呀 我就把那个钱给交了 他们就给了我一个北京的地址 就在怀柔 我也照着那个地址去了 去了以后呢 就是一个胡同里面 然后住了半个月 干什么呢 苏冠老师每天都让我洗碗 洗菜 干了半个月 我受不了了我就走了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姑娘 因为我听到前半段的时候 我简直就觉得你要被人卖了 所以你只是丢了三千块钱 不是这个人没有了 我觉得这是特别值得庆幸的事 他是一个剧组吗 北京 怀柔有一个什么影视基地附近 你也没看到什么剧组 没看到什么艺人 没有 从头到尾都在那个胡同里待着 那你还能待两周时间 你这毅力可以啊 大家还是要学会报警的 相信警察叔叔的 不能说我被骗了之后就认栽 你想成为艺人 然后呢你觉得 哎呀 我看案子 我花不了那个钱 可能也找不对门路 所以我来作为艺人助理 也许能帮你到哪 弯道超车 你做助理的目的是成为艺人 还是真的想做一份助理的工作 我是想着最后成为经纪人 但是因为自己没什么经验 也没什么资历 也没什么背景 你这句话有一点对了 但是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就为什么你成为艺人 在路上很容易被骗 想又想成为艺人助理 来走另外一条路 但却忘了一件事 就你只关注了结果 不关注过程 你有什么才艺吗 我觉得我做饭还可以 做饭还可以 去的那个地方是对的 是吧 哎 上来是对的 只不过他的职业岗位 匹配度不高 就你的才艺在哪 你的才能在哪 你为此学了什么 就是来普法了 你老觉得 哎呀我最终想成为这个人 但是你不知道 他们成为这个人的过程 怎么来的 不是花钱的 也不是说 我有一点人脉就够的 这就是我对他今天关键词 第一个提出质疑的根源所在 破土而出 直接就仰望星空了 你想做这件事 你准备了什么 比如说现在 有这个演出经纪人的证 考了吗 还没 没考 我的母校有一帮学弟学妹 大二大三就准备考这个证 至少为自己以后留一份可能性 这叫做准备 之前没了解过 之后我想的是 我去考 你想想每年四大院校 毕业的表演系的学生有多少 全国各大学校的表演系的学生有多少 再加上半路出家的人有多少 这些人都希望成为明星 但是我看到的大部分人是被那个光环吸引着 飞蛾扑火 接着被骗 为什么这么多人被骗 为什么姑娘你被骗 就是因为你看到那个灯光 你就是那个飞蛾 你要弄清楚 你到底为什么想成为明星 你要找明白这个根源 第二就是 就像你刚才说 你终极目标想成为经纪人 我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你给我解释一下 什么是经纪人 在我看来 经纪人就是 对接明星的一些工作 从哪来这活 怎么对接 怎么落地 就是负责去给他那个 就是接活 从哪接 各个企业吧 怎么认识这些企业 我们答不出来 经纪人是通过 帮助我们的表演商业化 赚取佣金的这份工作 就包括了对上游怎么样开拓市场 对下游如何培养演出的能力 中间怎么样去在法律上规避风险 这是完整的一条产业链 这后面有完整的工作内容的 所以我来问他这个问题 我希望他能够 对他未来 不管是做演员 做经纪人 哪怕说做一个助理 我也好歹知道 我要做的工作到底是干嘛 文人姑娘 灭了那条路 好不好 咱们踏踏实找一个工作 你在想什么艺人助理了 我就实话告诉你 我和潘超都不敢让你经纪 你自己都已经上胡同刷板去了 我们俩给你经纪更惨 只是说在刷板这个名单上 又多了一个人 来 我们看一下职场情商课 领导说你平时在公司不懂礼貌 见到其他部门领导都不打招呼 你会怎么回复 因为我本人比较慢热 我可能就不好意思和 部门的同事啊领导打招呼 但是如果时间久了 熟悉了我就会打招呼 回答得挺好的 然后这个情商提琴师 我觉得特别基础 我想跟你加点码 一会儿我们这个问题回答之后 就要面临你的这个找工作了 所以我希望可以帮你通过这道题 再测出一些你的这个工作能力来 如果这个领导给你更多一点压力 比如说在一个开会的场合 在秀PPT 然后呢你这边突然出现电脑的故障了 领导就马上骂你说 怎么一提前调试好啊 这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啊 这时候首先我会及时去解决这个问题 会议结束以后 然后再跟领导就反思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了 跟领导解释 我觉得还可以吧 就是如果更有职场经验 肯定会平衡当下的情况 看适不适合在当下马上去修补问题 还是一半一半的这个先沟通解释 再下来 其实我对你这个仰望星空挺挺喜欢的 但是全场我都觉得你毫无学习能力 一个本科毕业生连续被骗 觉得是别人骗了你 我认为是你自己骗了自己 如果你不相信天上可以掉线饼 而且多次掉线饼 你怎么可以持续被骗 给到你一个嘴边的问题的时候 你也没有想过把它怎么做到更好 我觉得这些都展示出来 你对一个新生行业的学习能力太弱 如果我建议你 不要找跟娱乐相关的岗位 你同意这句话吗 刚刚听了老师 你们说这么多 我还我同意 同意是吧 跟娱乐一点都不相关 你被我逼到这个地步了 你的那个娱乐的那个梦啊 还没有破 只是因为我把话逼到这个地方了 你说暂时我先不考虑了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小火苗还没有熄灭 硬把你往职场上推 对你来说有点强人所难 他刚才说到一件事情 说你不要做明星 因为你要是想做明星 你肯定就会被骗了 我觉得这个英国匹配错了 他不是因为想做明星被骗了 他是因为不具备基本的 法律和这个社会的常识经验 他能够这么反复的被骗 他自我强化能力特别强 他会经常的给自我强化到 相信我 这次我一定不会被骗 上次我已经被骗了 这次我一定能绕开这些坑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是一个偏类的执行力比较强的 小叶 如果在你的那种公司 这么不给我面子 不 我们考察一个人两件事 一是你的专业度 另外一方面我们考常识 常识是我不用教你的 陈一峰 我觉得他匹配 你不许灭灯 你现在至少现在不能灭灯 你要做选择的时候灭灯 对 就说到这个专业 然后其实我也有点疑惑 小姑娘从上台到现在挺可爱的 但是一点点的专业的展示都没有 看着挺好 但就觉得哪里不对 对 就是你如果想给他一个岗位 我还得思考他给什么岗位呢 你今天的这个表现就是 完全没有准备 只端了一个结果来 那我要这样 然后 可是他现在连结果都否定掉了呀 那结果都不要了 你信吗 他其实并没有 对 他没有 其实他找到了一条路径 我听过圈里有这样的这个故事 剧组突然缺一个角色 可能经纪人先上 或者你助理先 咱们以前来过这样的求职者 对 然后呢 接着这个艺人没火 这个经纪人火了 姑娘你听过一听说过这样类似的故事 有 听说过是吧 你想不想复制 就不要给他画这样的饼了 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 梦想和空想是有区别的 我们尊重梦想 但是我们要认清现实 现在我们不要给他画饼 他现在这个样子 你就扶下身来 先不要仰望星空了 脚踏实地地去做准备 去为扎扎实实地生存生活去努力 不要再去被这些光鲜亮丽的明星梦 蒙蔽了你的双眼 因为做这个梦走这条路 需要的是天分 努力 运气 资源 这些我们有没有 姑娘 我刚才的问题 你愿不愿意回答 听完舒琪的话之后 我暂时还不知道 避开了他给你挖的很大的一个坑 对 恭喜你 一个幸存者偏差的一个偶然事件的故事 其实刚才舒琪把我坑给碰了 我没有你那么坏 我告诉大家 这个故事背后的逻辑是 这个经纪人或者这个助理 一定是有一定的天分 无论是外在形象或者内在的东西 一定适合角色 这个角色的 而且这个经纪人或者这个助理 一定前期做了一些准备 否则的话 老天爷就算给了他机会 他也接不住 我们所有人都认为 他不再适合走这条路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问他 还来不来得及调整一个别的岗位 因为还有五六家灯亮着的 他还没有灭了这小火苗呢 我们现在在台上愣按着他说 来 你当个行政助理吧 他回头也不干 所以这个姑娘 得要你自己说出来 不要别人逼你 如果你继续走那个所谓的经纪人那条路 我可以这么说这个老乡 讲一副责任的话 很有可能今天在台上就头部水流了 我到的意见是没关系 这八个人给你灭的灯 对你来说算啥 对你一辈子要面试的八百家企业可能都有 不在乎这八盏灯 关键是你自己想明白 经过今天的节目录制 对我之前追求的明星这条梦想道路上的坚持可能会降低了很多 找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并次生根下去 除了明星经纪人和你意向岗位上写的娱乐圈方面相关工作之外 你觉得自己还能干什么 做行政类的吧 处理一些行政事务上的事吧 我之前做过那个教务工作嘛 然后教务工作的话 他除了要跟那个类似于辅导员 那你肯定得做一些表格记录学生的问题 他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现在这种基础的行政助理感就给两种人留的 一种是大学刚毕业 年轻力量进入过来 我以后可以培养 一种是已经有过基础的这种相关经验 直接进来我可以用的 我非常不客气地说 我觉得市场上留给已经是网界的人 也没有经验去基础的行政岗位 我不觉得有机会 来吧 有请刘登的四位企业家 根据王雪凤今天面试的表现 最终确认选择 很遗憾 你的面试结束了 无法从我们这里带走一个你期待的岗位 不管今天你是现身说法 还是通过大家的这些不同意见 让你得到了成长 我觉得还是有收益的 27岁的女孩子嘛 对吧 还有很多的可能性 但是只上得来终觉浅 觉知此事要攻行 还是要在实践当中逐渐地去摸索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再见 明星梦是可能很多的这样 明星的女孩子都有过想法的 我也希望像他们一样 我觉得我可以站在聚光灯下 但这个时候 你要为你的梦想付出努力 你要去验证 你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去做 而这样的努力 你得是一条正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非你莫属的全部内容 我是大卫 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